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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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出土于大洋洲遗址的 数千件珍贵文物 陈列在大洋洲商代青铜博物馆内 当年掩埋在沙土下的青铜器 已经成为这里的镇馆之宝 向前来参观的人们 诉说着那个时代的辉煌 其中一件扶鸟双尾青铜虎 以奇异的造型吸引着 每一位来自参观的游客 可是它吃掉了一条尾巴 然后长出来这一条尾巴 鸟不惧虎 虎不惊鸟 古人为何构思出如此奇特的搭配 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浮鸟双尾青铜虎 浮鸟双尾青铜虎 整个虎形躯体庞大 前路獠牙 凸木粗眉 虎视眈眈 后锤双尾 四足驱蹲 左半卧欲启示 生动逼真的再现了虎的威武形象 点睛之笔在于虎背上扶着的那只短尾小鸟 它兼惠圆精 昂首粘固 虎的勇猛和小鸟的灵动浑然一提 如此造型令人费劲 虎与鸟之间是什么关系 更让人疑惑的是 类似虎的造型并不是第一次 在大洋洲遗址出土的漆影中出现 顶是中国青铜锂器中最重要的代表 大洋洲遗址 共出土了三十多尊青铜顶 一眼看去 这些造型古朴的青铜锂的顶耳上 大都多出了一对生动的动物形状 活泼自然 其中虎的形象出现得最为平凡 这尊乳丁寿面纹《胡尔方锂》 是大洋洲商代青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至今考古领对彭世凡 仍清晰地记得他出土时的场景 当时我一起看 看到一件虫的顶的耳朵上面有老虎 握了两只老虎 这商代晚期的 而且是不断地他们有发现 哎呀 那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商代重启 太重要了 这尊乳丁寿面纹《胡尔方顶》 通高97厘米 重达49千克 是国内同时期 为数不多的大方顶之一 顶腹外壁 除中间部位宿面外 两侧边和下部 是有排状乳丁 由于总裁 两侧边的 实际上 表现 我们一起去 这一海 由処架 大 処架 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从1899年被发现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段捕词中提到的虎方 是一个不同于商王朝的国度 在史料中鲜密有记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之虎的形象、虎的彰势 在大洋洲的青铜器上 表现得淋漓尽致 表现得特别突出 所以就很自然地联想到 应该是虎方 作为考古学者来讲 作为考古学者来讲 究竟是不是虎方 我们还要深入地研究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一天 在商的都城殷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 一场盛大的祭祀正在进行 商人信奉古神 祭祀占卜 就是他们与神灵祖先沟通的手段 作为商王的武丁也不例外 这一天 他关心的是一场战争 能否取得胜利 武丁是一位商代明君 在位期间 曾多次出兵 征伐周围的部落、方国 扩展了商朝的版图 令商王朝势力达于其胜 他非常重视此次出征 先后三次向祖先告辑 而这次征伐的对象就是虎方 一个让历代史学家 倍感困惑的商代地方政权 不过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 虎方地区盛行以虎、羊、牛等 动物文样为主的装饰艺术 大洋洲遗址出土的诸多青铜器上 都存在虎文化元素 难道这批青铜器的主人 就来自神秘的虎方国 虎方国又究竟位于何处 考古队员对此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 在查找资料过程中 一处移植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野 早在1973年 考古人员曾在距离大洋洲移植 20千米外的吴城 发现过一处商代移植 在60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 祭祀区、首工业区和居住区 成片布局清晰有序 这处遗址被命名为吴城遗址 这里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和一部分青铜制品 其风格与大洋洲遗址出土的器物 有很多相似之处 吴城遗址能否帮助人们 解开大洋洲遗址之谜呢 原来就是心肝青铜器发掘以后 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 就是心肝青铜器 它的主人 因为它是墓地嘛 那它知道主人生活在哪里 所以他们都觉得 吴城离心肝大洋洲墓地 一个割了一条江 还有从空间距离有二十多公里 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呢 就把这个心肝大洋的走人 就是说认为是在那个吴城 这是一尊吴城遗址出土的原覆鼎 国之大事在四与融 鼎是当时重要的礼器 像这样的原覆鼎 吴城遗址共出土了八件 显然虎的形象 对曾生活在这里的族群 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些鼎的鼎耳 都以卧虎为装饰 虎头低垂 虎为卷曲 这种造型 与大洋洲遗址出土的 青铜顶上虎的形象 十分相似 从气形 装饰风格来看 吴城遗址和大洋洲遗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 极为相似 大多原覆 贬俗 顶覆是寿面纹 且频繁出现虎的形象 因此 考古队员推测 吴城遗址和大洋洲遗址的主人 应该属于同一族群 根据吴城遗址的建筑规模 考古队员推测 在商代 这里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政权 这让他们联想到了传说中的虎方 考古人员认为 虎方以虎命名 显然是对虎有着某种崇拜 而吴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使用了大量虎的形象作为装饰 通过查阅浩如烟海的古籍 考古队员大致拼凑出了虎方所处的地理位置 它位于我国长江以南 南岭以北 佛阳湖及干江流域以西 洞庭湖及湘江流域以东 这与吴城遗址的地理位置相亲 同时 两者都存续于同一个历史时期 所以考古人员推断 吴城遗址就是虎方的一个都议 由此 大洋洲遗址青铜器之谜 似乎也有了线索 如果吴城遗址是虎方国的一个都议 那么大洋洲遗址出土的诸多 柱有老虎形象的青铜器 和它们的主人也极有可能来自虎方 而且无论是数量还是精美程度 这些器物都彰显出器物主人的身份极高 可能是虎方国的一位首领 无独有偶 江西地区另一处商代遗址 同样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它距离大洋洲遗址更近 只有3.5千米 它就是1976年发现的牛头城遗址 1976年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 在新干县大洋洲镇牛头村附近 发现一座西州贵族墓葬 为了了解文物出土地点的周边环境 考古队员对周围进行了调查勘测 在村东南 发现了一处商周时期城址的外城园 随后 考古队员通过先后七次的调查和发掘 初步确定了牛头城遗址的基本信息 牛头城遗址是一座规模极大的古城池 由5座山岳组成 占地面积近50万平方米 是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 保存形态最完好的商代城池之一 经过分析和对比 考古人员推测 位于城内的大型建筑遗迹 为高等级贵族的居所 可能是一座宫殿 这说明所为商代南方方国的中心城池之一 牛头城曾经拥有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 这是牛头城遗址清理出土的一件陶笠 方纯平折颜 颈腹分明 腹上装饰绳纹 这与大洋洲遗址出土的陶笠如出一辙 牛头城 牛头城出土的陶器 以硬陶为主 陶器上的文饰也是丰富多样 考古人员经过仔细比对 确认无论是气形还是文饰 都与大洋洲遗址出土的诸多陶器 基本一致 那么这两处颈相隔3.5千米的遗址之间 是否存在着某种更加紧密的联系呢 从这个陶器的角度来说 就是五层 牛层和新干大洋洲 如果从这个陶器的形态学和它的制作工艺 那就是牛层的陶器区和新干大洋洲的陶器区 那是一样的 包括气货组合 包括陶器制造技术 包括陶制陶器 那肯定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但是跟那个无成不一样 陶古人员所有的大胆猜测 都需要去小心求证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出土前 一切只是停留在推理阶段 但是不管大洋洲青铜器的主人来自哪里 是不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 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 那里必定是一个军事政治都很发达的王国 在冷兵器时代 武器的优劣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交战双方的实力 所以兵器的铸造工艺 代表了一个王国的国力和发展水平 考古队员发现 大洋洲遗址出土的部分青铜兵器的铸造技艺 甚至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准 这件欠红铜云纹青铜月 铜高36.5厘米 重11.4千克 是目前我国出土的最重的一件青铜月 气身中间上部 有一形似阔碎的长方漏孔 孔口上下 各排列一行历齿 壮似虎牙 庄严肃穆 月是我国最早的兵器之一 后来演化为权力的象征 这是出土于安阳殷墟的一件青铜月 月身两面均有双虎十人手纹 虎做侧面状 张开大口 人手居于两虎口之间 这件青铜月的主人叫傅豪 是商王武丁的妻子 也是中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 商代甲骨文的王也是月的象形 大洋洲遗址出土的青铜月的长方漏孔 周围还环视有一圈燕尾文 与其他青铜器上常见的寿面文 云雷文等不同的是 这种呈长方形 首尾相连 形若燕尾的文式 在以往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 从未出现过 那么这种与众不同的文式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这燕尾文实际上呢 这就是等于是 人子文 两个人子文合在一起 南方地区这个编柱 这个柱子很多嘛 产柱嘛 编柱工艺有关系 编柱工艺都混线在人子文 人子文 或者叫曲子文 混人子文 人子文一简化把它变异一下 两个人子文拙在一起 那就形成了这个燕尾的形状 两个人子文一组 就是变成了这个燕尾文 从这演变过来 从几何文式 陶器上的几何文式 把它演变过来 在大洋洲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中 装饰有燕尾文的器物 打39件之多 正是这些具有当地特色的燕尾文 让考古人员确认了 这一批青铜器 是在本地铸造 并非来源于北方商王朝 大洋洲遺址出土的兵器 有岳 鸽 鸡 矛 短剑 足等 共计250余箭之多 虽然这些青铜利器 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多年 但出土时依然能让人感受到 它们当年的锋利 诸多青铜兵器中 有一件格外引人注意 那就是寿命文青铜咒 它是大洋洲遺址出土的 唯一一件青铜防具 咒 是我国古代所有兵器中 保存数量最少的一种 它是一种用来保护头颈的防具 在古代 人们通常把护卫驱干四肢的防具 称为甲 而把护卫头部的防具 叫做咒 这件寿命文青铜咒 通高18.7厘米 重2.21千克 其顶部有一圆管 用于安插英式 正面以脊棱为中心 使浮雕式寿命文 单脚外卷 圆目横置 卷匀状耳树立 内卷鼻 口居中且边沿增厚 如同张开去口的猛兽 古人相信 这种怪异猙獰的兽面装饰 在战场上能威慑敌人 这些夹皱啊 童皱啊 头盔啊 是保存得最好的 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碧绿的 就是一点绣都没有 我们叫做六七谷 当时我们吃土的时候 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吃土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把它套上一个童子 头上试试看 可不可以戴 果人可以戴上 正好戴上 那么是不是 意味着这个主人是一个将军呢 但是王如果是王者 他本身就是一个统赛 又是王又是军队的统赛 又是最高的巫师 大量制作精良的金铜兵器 也从侧面证明了 这曾是一个消允善战的方国 可以与北方的商王朝分庭抗力 也许 也许只有这样强大的方国 才能让山王五丁连续三次进行占卜 希望得到祖先护佑 取得战争的胜利 但他究竟是不是甲骨文中所提到的虎方 大洋州商代器武的主人 是否就是虎方的首领 种种疑问 还需通过更深入的考证去得到解答 截至2019年 大洋州遗址 共出头青铜器470元件 种类繁多 包裸万象 这些需要消耗大量人力铸造的青铜器 为今天的人们勾勒出大洋州遗址 昔日的繁盛倾向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大墓处处的一件青铜乐器 名字叫青铜钵 从这上面看上去有三层纹饰 中间是一个牛角的一个形状 在牛角里面还有一个圆纹围绕这个 在牛角的外侧 这周是一个兽 整个一个兽面丸 再在外层我们就看到了 围绕这个外层是有一个繁形的一个燕尾纹 然后在两侧是一个突伦斐纹 它这种乐器也主要是一个 比如艳想 搞祭祀 或者是出征有明经书兵 这些东西都是可能敲击 敲击乐器 然后这也是一种这样的功能在里面 青铜器大量出现 需要具备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充足的原料 此前 我国考古 地质 矿山等部门工作者 经过多年共同努力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发现诸多古铜矿遗址 它们以铜矿区为中心分部 大致分为湖北大野及阳兴区 江西九江及瑞昌区 以及安徽同岭及南岭区 那么大洋洲鲜明的铜矿原料是来自哪里呢 2009年10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实验室里 来自大洋洲遗址的青铜器样本 即将接受现代科学仪器的检测 在实验室内 考古工作者将运用精密仪器 把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青铜器 彻底分解为一个个复杂而理性的化学元素 但是要准确地找到这些青铜器的产地 还需要进行大量的采样和比对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 受冶炼技术所限 古代青铜器所使用的铜 锡 金属原料中 均含有一定量的铅 这些含量不等的铅 主要来源于各金属矿床中的含铅矿石 而不同地区 金属矿床所含的铅 铜位素组成也会不同 通过比较青铜器样品 和矿床的铅铜位素分析数据 将可以确认青铜金属原料的来源 到目前离止我们发现最早的铜矿遗址是上代中期 而且就在江西的内场 那么新干大漠青铜器的铜矿原料 应该说也来自于内场 为什么呢 都在长江以来呢 他们联系都比较密切的 江西瑞昌 曾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铜矿原产地之一 它的开采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多年前 移植采野时间 从商代中期延至战国早期 它与大扬州移植相距一百多千米 此时实验室里的铅铜位素测试也有了结果 数据显示 大扬州移植出土的青铜器数据 与江西瑞昌铜铃古铜矿的矿床数据分布范围相近 局部重合 表明这批青铜器的原料 确实来自江西瑞昌的铜铃古铜矿 有了铜铃古铜矿的支持 大扬州的先民得以制造众多的青铜底器 兵器和乐器 而此时 强大的商王朝同样需要大量的铜矿资源来彰显国力 或许正是因此 商王朝与大扬州的先民之间 曾经发生过贸易往来 商大三千多年前 根据历史地理学家 丹吉祥先生他们的研究 干水还是肯定的 穷南流到流北 穷南往北流流到长江里面去 这条水系一直通的 那么内藏正处于这个干江的下游的西边 西北边 所以这条路可能是有陆路有水路 可以通过来的 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显示 我国青铜时代文化分布广泛 中原地区有郑州的二雷港 安阳的小屯村 西南地区有四川广汉三星堆 中国南方地区有湖北武汉的盘龙城 湖南长沙的碳河里 以及江南的江西新干大扬州 特别是位于长江中游的 新干大扬州商代遗址的发掘 打破了商文明不过长江的说法 证明三千多年前的江西地区 并不是一片光芒腹地 在商朝时期 长江流域也平行存在着 发达的青铜文化 新干大扬州也被誉为 江南青铜王国 新干大扬州遗址 为世人呈现出了一幅 难得一见的商代江南的文明途径 它的发现被列为七五期间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并名列二十世纪 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中 2003年 当地政府在遗址附近 新建起了规模宏大的 大扬州商代青铜博物馆 首先说大家也认为 那这家叫青铜王鸟 它是我们商务中的将国保持者 也是江西森博物馆的 每天接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 它的长是五十三点五零米 高二十五点五零米 重六两二公斤 毛虎眼 聚光灯下文物无声 这些来自三千多年前的器物 满载着密码 等待着悬念被揭晓的那一天 它们为何会在入土前被破坏 如此强大的地方政权 又是如何消失的 大扬州的土地上 究竟发生过怎样跌宕起伏的故事 这些都有待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找到最终的答案